陳仁中部長他擔心我說抄他的防疫政策 其實他真的是想太多 我不是林志堅 我不會抄襲 這個詞彙現在對民進黨非常敏感 他確定他要提嗎 陳仁中部長跟指揮官他的防疫成績不及格 防疫做得這麼差 誰會想抄 他當指揮官無心防疫 卻是非常熱衷於選舉 這個時鐘壞掉了 需要修理一下 那專有語言 當然是年輕有為尚在培養 陳仁中部長他擔心我說抄他的防疫政策 其實他真的是想太多 我不是林志堅 我不會抄襲 然後這個詞彙現在對民進黨非常敏感 他確定他要提嗎 況且陳仁中部長跟指揮官他的防疫成績不及格 防疫做得這麼差 誰會想抄 他當指揮官的時候 不管是口罩 疫苗 快篩試劑到藥物 全部都缺 還讓民眾搶到跌倒 他當指揮官無心防疫 卻是非常熱衷於選舉 這個時鐘壞掉了 需要修理一下 我不會抄襲 我是抄襲 對於民生議題 為民眾做預先的準備 為下一階段做好預防 所以在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是最先提出防疫紓困條例 而且對於無印證人工甚至輔助 我也是最先提出質詢 行政院到七月才拍板定案 所以我都是帶領行政機關 能夠深刻認識 其實瞭解到許多議題 它的嚴重性跟迫切性 才成為後續激進的政策 怎麼看您的對手 蔣王安一平民 他用字顯示相當重 他說 部長您的防疫這麼爛 誰想抄 他不是林志堅 這句話 你有什麼評論嗎 我還是要講 蔣委員 當然是年輕有為 尚在培養 但是人家教不到路 小孩子都跟年輕人都跟年輕人 要走正路 就像防疫 我還是講 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蔣委員提出來的人人在喊口號 我想這不是一個面對問題的一個方法 我剛才要珍重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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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 我想問一下 這幾天 大家聚焦在內湖交通的問題 昨天 副市長黃珊珊就有提到說 陳志建議您先惡補內湖交通的問題 然後還說 如果只有講說換人工作看 這樣子不好 應該要好好的用功 建議您行政策 你怎麼看 當然 相關內湖交通問題 我們當然是有所瞭解 但是我想就是說 我們也不需要怎麼樣太惡補 我想去內湖 內科 那個交通 大家都有共識 那就是拜 這拜很久了 不是說長得多了 比拜 以前拜八年 拜十多年 我看 黃副市長也說 說 對馬英九的時候 開始在貴戶內湖 科學園區的時候 拜六七萬人的地方 八十五萬下去 那本來就知道的事情了 那以前就做不好 但是那些事情 說到馬英九 我覺得 稍微比較離譜啦 因為過來頭天這八年 要來做洗衣完 做這麼久 都沒有法國問題 突然跟他法國說 跟我們檢查 法國說 馬英九就沒做好 這樣也是沒道理啦 我看 整個人承擔的這個任務 在那個時間點做 應該做的事情 時何時 比較要緊 那是 所要發問 想請教一下這邊三例提問 就是今天公布後援會的會長之後 接下來會有什麼樣子的選戰規劃 因為像之前有客廳會 就是見面會 那接下來的部分會是什麼 那怎麼會選出這些的會長人選 是過去都有一些交流跟淵源嗎 我想 我們後援的會長 在社會上都束縛人望 所以我們是特別拜託 大家來幫我們的忙 那大家有一個共識 所以一拍即合 所以大家有一個強大的一個社會力 來幫助我們 我們信心更加的旺盛 那未來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活動 我們陸陸續續會來公布 部長 我想問一下這幾天 大家聚焦在這個內湖交通的問題 那昨天呢 副市長黃珊珊就有提到說 陳志建議您先惡補內湖交通的問題 然後還說 如果只有講說 換人工作看 這樣子不好 應該要好好的用功 建議您請政策 你怎麼看 對 當然相關內湖交通問題 我們當然是有所了解 但是我想就是說 我們也不需要怎麼樣太惡補 我想去內湖 內科 那個交通 大家都有共識 那就是白癮嘛 這要很久了 不是說長得多要併白 已經要八年 要十多年 我看 黃副市長也說過 對馬英九的時候 開始在貴戶內湖 科學園區的時候 被六七萬人的地方 八十五萬人的地方 本來就知道的事情 以前就做不好 但是那些事情 說到馬英九 我覺得 稍微比較離譜 因為剛才八年 要來做市議員 做這麼久 都沒有發覺問題 突然長得發覺 跟我們檢查發覺 馬英九不做好 這樣也是沒辦法 我想 整個人承擔的這個任務 在那個時間點做 不應該做的事情 起而行 才要緊 部長 延續您是個提問 那中生這邊提問 說有關於內湖交通的部分 那因為柯文哲市長是形容八年的改善 是小真美容 他呼籲民眾可以少半個小時上班 玩一個小時下班 中間做運動 那您怎麼看 我也蠻認同的 我想在裡面 當然要用盡辦法 一個當然是用管理的手段 一個是道路交通的一個改善 那最後當然是一個區域的捷運線 怎麼樣做一個長期的改善 那至於在短期的改善 怎麼樣分流 共存 然後擦開時間 這也是最基本的 像我聽到後續人 都沒有交通智慧型的號制 這也是基本的 這都是交通管理的ABC 那把交通管理的ABC 當作一個 解決內科相關交通問題的一個短期的方案 中長期的方案 立即規劃 立即來執行 那你怎麼看您的對手 假如安斯汀平民 他用字顯值相當重 他說 部長您的防疫這麼爛 誰想抄 他不是林志堅 這句話 你有什麼評論嗎 我還是要講 那交委員 當然是年輕有為 喪在培養 但是人家教不到路 小孩子都比較年輕人 小孩子要走陣路 就用防疫來講 它是一個現在的進行室 那交委員提出來的人人在喊口號 我想這不是一個面對問題的一個方法 我剛才要更重抱歉 我沒有跟你講 是一個年輕人 抱歉 部長請教一下 我們今天看到分會的分會長裡面 有一位是柯文哲之前的 第一任的警察局長邱風光先生 那因為部長其實也對之前學校說 待人要待薪 那柯市長換的人蠻多的 那你今天找邱檢察局長 來這邊擔任後援和副部長 算不算是一種拔樁成功呢 我們不能把它當作一種拔樁 因為定裝才有拔樁 那本來我們在社會相關的工作就有共識 那邱局長或邱署長 在整個警政警消上面 非常有經驗 那我們非常迫切需要他專業的意見 怎麼樣對於警消人力的改善 待遇的改善 福利的改善 等等 那還有怎樣把有效的警消人力 運用在社會安全上面 這個仰賴 我們邱鋒官後援會的會長 給我們大力的建議 那我們也可以吸取他的機會 把邱北市的警消的工作 能夠做得更好 好 我們這 好啦 再問一條 不好意思 部長這邊想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 民進黨的 之前的那個 現在的前台南縣長邱罕志 邱罕志 邱罕志他要參選 那這邊會影響到你的選期嗎 還是你認為他可能支持出來 就是沾沾醬油這樣 沒有 第一個 邱罕志是以前民進黨的黨員 那也做過我們縣市的首長 是一個相當有經驗的工作 政治工作者 那我想參選是每一個人的權利 那我們應該予以尊重